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落在如何进行网站的分析 找出使用者的行为模式 可是GA这个议题 GA这个网站分析 它是有限的分析 它不是无限的分析 我们开了三天的课程 如果您有机会去坊间去听 它只有30分钟 GA就介绍完了 等一下你今天早上也就全部都了解了 那后面两天半的时间要做什么 我们全部要打开Power BI 做视觉化分析 让你去从中了解 如何去做这些网站分析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背后Google公司为什么要开放这个GA 它无非也是希望收集资料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些话的一个分析 还不如我们自己来去创造这些网站分析 所以我会从这个网站已经有了 也有资料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什么 来跟各位开始做学习 最后也就是做出像GA那样子的架构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否则如果我们纯粹只谈GA 30分钟最多最多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 不需要用到三天了解 所以我们后面还有绑一个叫做视觉化分析 也就是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 就是大数据分析 我把讲义呢 范例啊 我都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当然我的范例会偏重于 就是别人已经做好的一个网站 然后他把网站的资料全部装出来 变成开放资料 然后经由这样子一个范例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网站分析 要分析什么 再来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姓孙在哪里得在 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欢迎各位你可以写信提问 跟我去做一些交流 我下面放了WeChat Line 这些的一个联络的方式 如果说你有空的时候麻烦 等一下我也会请你们要帮我点一下这个网站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不流行 不流行用网站来做宣传 比较多的一些宣传的方式 甚至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 有很多学弟学妹 他们居然跟我讲说 学长你就把档案放在LINE上面就好了 我没有电子邮件信箱 我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蛮讶异 但是这就是一个趋势 所以连电子邮件可能未来都不是我们的一个主流了 所以我们可能要请你稍微了解 未来的一个趋势在慢慢的改变中 而且很快 可能一两年之后 我们就是收信的频率会越来越下降 不像五年前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电子 是不是 现在好像第一件事先看LINE 有没有一些什么指示 好 再来 我把我的一些教学影片 我全部都放在YouTube上面 如果说您对于今天的内容 也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你都可以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然后来去找到今天的课程 好 那我们就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各位您可能要知道 就是我把讲义跟范例放在什么地方 我有写在白板上 其实就是在我刚刚这个位置 这个https写号写线写线 go.gr写线 ytz大写的r 这个字要特别注意 要大写 然后小写的x 大写的t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输入一次 给各位观看一下 首先我们当第一件事 因为我给你的是网址 网址你当然第一件事 你就打开 打开这一个 Chrome浏览器 或者是 IE都可以 好 我建议各位开启的是 Chrome浏览器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全部都是Google公司的一个产品 但是可能介绍那个部分只有最多三个小时 最多三个小时 因为那没什么好介绍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件事情 输入网址 Http s 写线斜线斜线 go.gr写线 R X 对不起 YTZ 大写的R 小写的X 大写的T Enter 那您要找对哦 像我们今天上的课程是 GA网站分析 我们都念 我们资讯 念资讯的人 我们不可能 就是一直在念什么 Google Analytics 或者是 或者是有人就会念什么 Google分析 好 那当然最多人念的是 GA 就是你只要跟别人讲GA 大家都知道GA是什么 GA 它就是一个网站分析的工具 GA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办例 这边有讲义 像你看 明天开始我们要上那个大数据分析基础 在这边 在这边都有 好 你不要找错了 如果你想要去看我其他的课程 这边甚至我还把影片的连结网址 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 方便你们去做学习 最好是帮我点这一个啦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做网站分析吗 当然这个网站分析 唯一要看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就是点击率 对不对 好 所以麻烦如果你有空也可以点它 点它之后就连结到我做的这个网站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课程我全部都集结在这个地方 好 那方便你们去做一些学习 好了 那我想 范例的下载就是点选这个Google Analytics 网站分析 然后范例下载点它 点它完毕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档案 这一个档案是台北市政府一个网站 就是好像是公告 公告它把它全部呈现出来的一个资讯 所以点这个地方点一下 它就会进行档案的下载 下载之后这个档案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这里 你点我的文件里面 我的最爱下载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 这个档案还蛮大的 因为它收入了就是从2015年吧 15161718 这四年的新闻公告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下载完毕大概有36美账左右 那就麻烦请你们先去下载个范例